觀眾朋友 大家好 昨天下午在國立臺灣大學 然後特別強調是國立臺大操場上 有一場音樂會演唱會 叫做中國新歌聲 中國新歌聲是之前在全世界 都算是蠻紅的一個節目 叫中國好聲音的後面那個版本 然後昨天下午的辦了 這場演唱會之後 因為臺大以及其他人士 包括學生以及校外的人士 上臺去抗議 這場演唱會被迫中斷 而另外在臺大校園外面 其實也就是在外面跟臺大校園中間 這個人行道 有非常多的臺大學生 遭到統促黨 統一促進黨的成員 歐打 其中有一名 張姓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 這件事至少有幾個面向可以討論 第一個是昨天下午那場音樂會 如果是一個非常平常 非常正當的一場兩岸交流的文化活動的話 那麼學生去抗議 去上臺 去鬧場 這樣的動作是否有理 這是一個 如果昨天下午那場演唱會 是統戰的一個伎倆 是一個統戰的工具的話 那又為什麼臺北市文化局 會成為協辦單位 臺灣大學又要出租 這樣的一個場地 這是第二個爭議 最最最大的爭議是 不管你在臺灣你是支持統一 還是支持獨立 不管你支持臺大校園 有這種音樂演唱活動 還是反對出界場地 導致學生的受教權受到影響 這個都是言論自由的範圍 可是動手打人就絕對不對 在臺灣我們有主張言論的自由 可是在臺灣沒有打人的自由 這種一再透過暴力的行為 去影響臺灣的民主 影響臺灣的政黨發展 甚至去殘害臺灣的言論自由 長期以來為什麼無法遏止 是否是政府完全束手無策 這是今天要最討論的第三個重點 先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這一次呢 在昨天上臺主張去抗議的活動 我們來看歡迎是中國新歌聲 學生全背音的共同發起人張銘橋 他是臺大醫學系的學生 銘橋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們再來歡迎是臺大社會系的副教授 范允范老師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選區也是在大安區的臺北市市議員 李清風 清風修 大家好 資深的媒體人 新新聞的副社長 陳東好 張超雄 大家好 我們來看看昨天下午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一場校園內的兩岸音樂活動 卻演變為流血衝突事件 不只校園外有一名學生遭到統促黨毆打流血 校園內還有臺灣國的民眾 不過活動還在進行 就在舞臺前方叫囂 為何活動變得掉 外界把矛頭直指臺北市政府 上午臺北市長 柯文哲受訪時指出 兩岸文化交流協議 並非在他今年部雙城論壇所簽署 類似活動已經連辦三年 從印海報一開始 臺灣大學的名稱就遭到矮化 被要求後才改正 後來臺大學徵抗議場地 遭到主辦方腐壞 到最後上演肢體衝突 活動正義不斷 柯文哲強調臺北市政府 沒有蘇施但文化局坦承 有檢討空間 在活動開始之前 警方根據情資掌握到 有部分學生及獨派團體 回來抗議 但抗議人數無法確認 而基於校園自主 園警不得進入校區 只能在羅斯福路派出所待命 為此新上任臺北市警察局長 陳家昌 向無首次到市議會備詢時 表示園警處理案件有疏失 當天下午值班員警接獲五十通左右的包案電話 但因為地點不明確而拖延到處理時機 市警局認為園警在受理報案上確實沒做好 因此將值班園警記過 而派出所所長也因為沒有進一步查證與掌握 已經被調整為非主管職務 記者綜合報導 我想我們今天還是一層一層的把問題談清楚了 我們先來看看昨天那場活動到底是什麼 這個是中國新歌聲 那這是中國的一個音樂類的選秀 電視節目應該很多觀眾都看過 他的前身就叫做中國好聲音 很紅 真的很紅 臺灣也很多藝人去參加 也在那邊得到不少的一些表現 那這是由燦興製作公司製作 浙江衛視所播放 換句話說完全是對岸的一個節目 那在臺灣其實就是有些人 是買他的版權在臺灣播 原本叫中國好聲音 不過後來因為版權的問題 所以叫做中國新歌聲 那播持入期第一季跟第二季 分別是在去年跟今年 那一直在播放當中 錄製地點 第一季是在浙江 然後第二季也是在浙江國際影視中心 不過現在有一個叫做上海 臺北音樂節 這也是臺北市長柯文哲所說的 其實已經辦三年了 分別在二零一五年前年的時候 六月十一月有二十間的大專院校 都辦過這樣類似的活動 去年包括亞太創意 技術學院 東南科大世新 花博公園 松山文創 真理大學 濟南 景美女中等等都有 那昨天那場呢 其實不是今年的第一場 在今年包括世新大學 文化大學都已經辦過 昨天臺灣大學是辦 應該是第三場 今年的第三場 那大家很熟悉 像是納英 周杰倫 然後余承慶 陳奕迅 等等都是所謂的導師 就是評審這種人 我先請教一下那個明喬 如果只是一個兩岸的音樂活動 就唱歌而已 為什麼要去抗議呢 好 首先這個一開始的問題 是在於說 我們臺大的同學學生 完全都不知道 為什麼這個場地會被借出來 當作一個音樂節的活動使用 那再來真正引發大家不滿的點是 後來跑到已經損毀了 已經損毀了 就讓大家都注意到了 讓大家注意到了之後 我們也有看到學生會 也有出來開記者會 那事實上在這個時候的 這個時候校方 已經有權力終止租借了 是 是 那校方之所以沒有終止租借 我們並不知道為什麼 再來是我們臺大學生的場地 本身就是要讓學生上課使用的 我們的租借辦法 其實也有明確的規定 臺大學生場地 首先就是要租借 也沒有錯 那商商業的借用 其實是非常非常後斷 那你們臺大不是常常 借場地給別人嗎 對 那這個 這個的確是一個 就是問題所在 那所以我們今天會來抗議 這件事情 除了跑道損毀 除了台大部處理 我們相信都還是有別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中國新歌聲 這個這個節目 在臺大所舉辦 然後跑道毀損是說 這個禮拜以來 你們都不能在操場上體育課 是不只 跑道毀損之前 就已經封鎖我們的跑道了 OK 場地就封起來 對 場地就封起來 然後我們學生就發現 哇 跑道毀損了 那接下來要怎麼用呢 更何況這跑道 是我們花三千七百萬 才剛新鋪好的 沒有錯 那我們的認證 也才剛剛要去認證 所以最根本的第一個是說 因為校園 這麼好的設施被破壞了 第二個呢 這個操場 原本應該是給學生 去上體育課用的 但是這一個多禮拜以來 通通因為這樣子而不能去上 是 再來這是叫統戰嗎 另外還有是我們的租借程序 完全看不到這個 這完全是一個黑箱的程序 最後一點就是讓我們說 當然我們也提到統戰議題 我相信這也是很多台大學生 非常在意的 而我們要問的就是 為什麼台大在面對中國 這個因素的時候 做為如此軟弱 做了這麼多的例外 這麼多的特例 我們可以黑箱 我們可以不顧學生的聲音 我們可以跑到渾水 跑到損毀 並且不讓 並且不收回租借的契約 那這樣子到底 為什麼在面對中國 這個因素之下 我們台大可以做出這麼多 不一樣的舉動 有不少不同意 不支持 不滿意 昨天的抗議行動的民眾的質疑是 很多人是拿著象徵 臺灣獨立的旗幟 上了臺導致所謂的經過申請 而被允許的場地被迫中斷 這個回應 好 首先我必須要提的是 我們臺大的學生 不一定就只是支持學權 我必須說 我昨天上臺高喊 我們據做中國臺灣大學 高喊臺灣獨立 也有非常多的學生 跟著我高喊 我並不覺得說 我們這場行動 只有學生 而且學生他只在意 操場不見 這件事情 我們這些 我們學生在意的 還有更多 我們在意統讀 我們在意統讀問題 我們在意學權問題 我們在意程序問題 我們不能夠完全的潔白化 純潔化這個運動說 我們只是在意學權 如果今天只是在意學權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關注 我們不可否認的是 這場行動之所以能夠成功 是因為吸引到各方 各派的群眾都一起過來 那我們才能夠衝入場內 我們才能夠佔領 那這各方各派的群眾 也包含臺大學生 也包含其他校外的人士 我們一起完成了共同的目標 就是我們要立即停止舉辦活動 但我們不可否認的是 我們大家有各自不同的動機切入 但是我們也不能一分為二說 獨派就是獨派 臺大學生 臺大學生也是有非常多 那民喬換個角度請教你 難道你不認為說你們拿著所謂的 象徵臺灣獨立的旗幟 然後上臺 括號叫做鬧場 導致活動中斷這樣子一個動作 難道不是在壓迫另外一個支持兩岸 有所謂的音樂交流活動 甚至更極端的支持兩岸統一的那樣子的聲音跟言論嗎 我憑不覺得 因為今天會發生這樣子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有錯在線 那統戰這個活動 我們很多學生這樣子站上臺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完全不知道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我們完全是因為黑箱 而就是注意到這件事情 然後呢又加上了統戰這個因素 那我必須說的是 在你們已經違法在線之前 我們也有機會讓你們補救 臺大也可以就是收回場地的租借使用權 你們還不願意這麼做 那這樣子被壓迫的話 臺大學生除了抗爭 我們還能夠做什麼 孟老師 我們等一下會把學大時間 談在黑道跟暴力的事情 不過我們可能還是先釐清 臺大學生昨天上臺抗議 導致活動中斷 你的看法 我想就是剛剛其實我們張 張敏喬同學講得很清楚 就是學生當然不純粹 就學權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呈現得很清楚 那可是其實我自己在臺大這麼久 臺大就是說商演 包括那個過去常在小巨蛋 其實也出現過類似的事情 包括就是影響到學生的上課 或者是師生使用那個空間 那學生已經都有抱怨 那這一次特別的嚴重 的確是涉及到臺灣主權 跟臺大的校民 那我覺得對臺大的學生 或者臺灣的學生來講的話 重視國家尊嚴這件事情 是不是一件好事 我個人會覺得 如果我們的公民教育 大學生已經不在乎 國家的主權跟尊嚴的話 那我們教育才是失敗 但一場音樂會有牽涉到國家主權的概念 這是涉及到就是說 以我作為一個臺大的老師 我看到那個文宣上寫著 臺北市臺灣大學刻意拿掉 國略兩個字 我個人是覺得這已經不是對等交流了 那當然就對這樣一件事情 學生的抗議手段是可以討論的 至少我看到學生是用很平和的方式 並沒有使用暴力 那當然這是學生的行動 就不是我的行動 我能講的是我的看法 那我會覺得就是我很大的疑問 是說作為臺大一個成員 甚至我覺得不是臺大成員 也可以評論 為什麼 今天這是一個大學 不管是公私立大學 其實都用了我們納稅人非常多的補助 包括那個空間 那個空間拿來的目的 在那麼好的地段是要做什麼 不是給你做商業活動 商業活動當然可以賺更多的錢 重點是為了教育 為了學生 為了師生 為了學術 所以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那臺大內部的管理規則 其實也都訂了 這公共的空間操場 是要以教學為目的 那可是今天臺大犧牲 我們師生一個禮拜 包括校隊的練習 一週的時間 那我要問他 第一個你是為了錢嗎 你為了錢 你根本就喪失 而且違背我們內部的法令 而且你賺不了多少錢 還吃虧 那個花了三千 三千多萬的 就是說跑道還被破壞 所以你如果是為了賺錢 你基本上也喪失了 我們這個大學的公共空間精神 方老師你可能會覺得我這樣問 可能會太跳躍邏輯 但是我想問的 如果用同樣的邏輯 來請教您的話 假設下個月臺灣大學 在同樣一個場地 辦了一個本土藝人的 一個紀念音樂會 然後統派的人拿著中國的五星旗 上臺去鬧場 導致這個音樂會中斷 他們說呢 臺大不應該所謂的政治介入 不應該引領臺獨 你也支持這樣的抗議活動嗎 我覺得就是應該這樣回來講好了 看那個活動的申請 有沒有影響到師生的上課 如果影響到師生的上課 權益這麼大的話 我想我不會去干涉有人抗議吧 如果他是和平的抗議手段 那基本上這是公民的權益 那臺大自己有沒有道理 就是說那是不是一個 就在學生的教學時間之外 他剩餘的時間 包括我們小巨蛋 也很多明星去唱歌 有沒有人抗議 那不干涉我們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他符合臺大 可是如果犧牲到學生 使用小巨蛋上體育課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複雜的議題 所以我想就是說 公民抗議這事情 在臺灣已經有很多的規則 你還是要回來看說 臺大校方有沒有道理 那我基本上覺得 臺大校方目前很沒有道理 那如果他如果不是為了賺錢 臺大校方說 是因為臺北市文化局給個公文 那我覺得臺大問題更大了 你今天是個國立大學 不是臺北市立的一個學校 為什麼臺北市文化局給你一個公文 你就要照搬用這麼低的價格 犧牲我們學生上課的時間 而且就是說這是第二點 就是他只有教育部可以管到臺大 而且教育部在一個大學自主的原則下 也不能夠任意干涉臺大管臺大 那第三個就算這個活動 百分之百符合學術文化 甚至有學生也支持的話 我還是要問一個就是說 今天我們臺灣任何一個機構 只要是公家的機構跟對岸辦活動 而且是對岸主辦 其實主辦單位是對岸 在我們的地方上 你不能要求對等尊嚴嗎 這不是應該注意的是 等一下我們會再來看看這兩張海報 一張其實是說的 臺北市 臺灣大學 臺灣大學哪時候是變成臺北市的 這是一個荒謬 不過我特別強調是說 這個在文化局 臺北市文化局抗議之後 正式印出來的實體海報 有改過就還是變成臺灣大學 不管在網路上 你還是可以找到臺北市 臺灣大學 那臺大跟文化局 有沒有說明他們要求對方改變 有沒有跟我們道歉過 這件事情 今天我們要跟對岸簽約 要辦一個東西 難道我們有一般公民 都有這個敏感度 那我要講上次 我們還講到那個一中承諾書 臺大是所有的大學中 沒有簽下一中承諾書 維護我們的自主 我們還稱讚了臺大 效果有這個敏感度 結果沒想到昨天搞出這次 你說你不知道 這件事情是中國的活動主辦 而且我們都已經看到臺大 校方說九月十九號 就知道這個問題了 九月十九號到今天是幾號 昨天是幾號了 昨天二十五 對 那你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任憑就是說 這個不滿的聲浪 包括那個文學 我真的覺得臺大校方 在做這件事情上 就是說真的自私立場 而且在行政上 昨天那場因為活動 到底是不是統戰 是不是確實的影響到 學生的受教權 可是最最最大 讓人家無法接受的是 在昨天這個活動被迫取消之後 在臺大的圍牆外 也就是其實已經是在臺大校園外面的 發生的這樣的事情 而且不只一件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由網友所拍攝的 各位注意看 等一下我們再會放到這位 老先生竟然是用偷襲的方式 拿著那種甩棍 其實如果大家去網路上查 甩棍是什麼呢 是那種傷害力極強的 他所有的廣告都說 你拿那個去打磚塊 磚塊會粉碎掉的那種甩棍 他說他在地上撿到的 不過那個 是 在裝嘛 好 不然這件事情無毒油 我們來看看這一段話 拿什麼 拿什麼 拍一下 拿什麼 打什麼 我錄影了 拿筷子打人喔 拿筷子打人喔 我錄影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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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警的話 你在幹嘛 放這個不要動 不要動 嗆喔 他要怎樣啊 你告訴我人家 你不要打過來 我那裡一直打 你啊 你 他拿那個 你爬不要跟他打架啦 警察叫我妹啊 打一爆 這個是昨天在下午的時候 在臺大校園外的圍牆人行道 發生的一個事情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個其實這個老先生 叫做胡大綱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也被逮捕 然後也在訓問之後 那個被釋放 那我們來看看這一位胡先生 他是中華統一促進黨的成員 抱歉 因為拍攝的時候歪掉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 那個很重要的事 這會胡先生 我們來斜斜的看著 抱歉 你可以看到 我先暫停一下 幾個重要訊息是胡先生 在今天下午接受審問 以及他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重點有兩個 他說這個甩棍是他地上撿到的 所以不是預謀的 那不過這個能相信的人 大概少之又少 第二個他的說法是說 包括之前叫台獨機關槍 李柏章是先打他的同事同伴 然後他才回擊的 不過目前沒有那樣段 那一段的畫面 如果說胡先生可以提供畫面 說不定這樣子一個指責 又會翻盤 不過我們來看看 當你拿著一個甩棍 是非常非常殺傷力極重的 在學生背對你的時候 你拿著甩棍極用力地從他的後腦勺敲下去 那這個這個行為是可以被接受的嗎 我們再來看看這一段畫面 請各位觀眾注意看一下 這個高高的應該就是張姓同學 那這一個穿紅色黑色背心的 就是胡姓的這個現在的已經 應該是之後會偵辦的一個當事人 我們再來看看 他是非常大力的 幾乎就是很像在丟棒球一樣的力道 打他的後腦勺 我想問的是清風兄是在臺北市 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管這個受害者是學生或是民眾 這都是無法接受的 但是在報警四十分鐘之後 臺北市的警察局才到這邊 你怎麼理解這些事情 完全不能接受 我想這個就沒有政治立場 或者說他是學生 或者是社會人士的差別 逾越了這個非暴力的原則 跟剛才前一段我們討論說 學生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凸顯他爭取學權的訴求 或者是反對校方去輕易地接受 一個有統戰意味的節目 相較之下公然地使用暴力 而且這是有黑道幫派背景 而有政黨的民意的人士來使用暴力 沒有人可以接受 但是這樣的情資 其實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應該很早就有掌握 那距離臺大周邊的幾個派出所 像新生派出所 羅斯福路派出所 其實距離新盛南路跟新海路都是很近的 我不誇張地講 大概就是五分鐘 三五分鐘的這個車程 所以對於一個 城抗活動 校園內是不是說 臺大校方願意請求警方去進入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這也不應該成為警察推卸責任的藉口 但是發生在校園周邊 很清楚是在臺大體育館的人行道上的 這一些暴力打人的事件 經過相關的民眾或學生報案之後 證實是延遲了時間來做現場處理 不管是哪一個版本 最多到四十分鐘 三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的版本 是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才有人被懲罰 這也讓市長在第一時間 像我就主張說 昨天發生這樣的事情 市長一定要充分聽取警察局跟文化局的 非常詳盡的報告之後 市長要清楚的對外說明 可是市長認為是沒有疏失 那麼如果沒有疏失的話 如果沒有疏失的話 那麼派出所的主管被調為非主管職 或者是值班的行政的警員的這個被懲罰 又是所謂何來 當然我們並不是要責怪任何一個單一的職勤的警察人員 而這凸顯了一個問題 這是單一事件嗎 不是 還是 其實這幾年來 在臺北的街頭 公共場所裡面 包括香港的黃之鋒來到臺灣 包括法輪功 包括在101大樓 包括在西門町跟舉其大隊的衝突 包括這個明明就知道有陳抗 警方沒有情資嗎 不知道會有不同政治立場的人 在在現場可能會有衝突嗎 有衝突透過聲音的表達 透過非暴力方式的表達 很平常 在臺灣民眾我想非常平常 可是頻頻出現暴力 還讓這個情況發生 延遲處理 讓學生 坦白講這樣子血淋淋的畫面 沒有人看得不行 心驚膽跳 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說沒有疏失到此為止 我想市民沒辦法接受 今天成為議員沒辦法接受 這個事情 明天交易委員會 可能會有專案報告 可能各黨團也希望市長 可以提出比較詳細的報告 我記得很清楚 之前在101愛國同心會 一樣打人的時候 柯P講得很清楚 然後他其實也因此 讓一個局長下臺 如果再有下一次你就走了 那當然他態度是很強硬 不過顯然又有好多這一次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個事件我不知道說 在座四位是不是能夠接受臺北市警局的說法 我們來看看 臺大學生會說呢 其實在九月二十四號 昨天就說呢 嚴正要求警察人員 在沒有符合相關要件下 不得進入校園 其實學生也要求警察 你不可以隨便進來校園 那之前我們念那個清大的時候 其實廖宇辰事件也就非常非常明確 那是導致校園自主很大的傷害 那臺北市警局大安分局長 他說呢 在昨天上午就知道說 有群眾要到臺大抗議 因此跟臺大聯繫 臺大主命說 這校園自治 不要警察進來 下午五點的時候接獲報案 以為事發地點是在校內 所以就沒有派警察進入 那打電話跟臺大助衛警聯繫 確認才在五點四十分到場處理 臺大主命說呢 那以後如果在校園邊界呢 這個可以駐衛警跟警察同時到場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市長 柯文哲說 現在沒有看到蔬師 那不過我們現在聽起來 比較合理的一個解釋是說 因為警察不能隨便進到校園 那接到通報以後 以為是在校園內 所以搞了半天四十分鐘才到現場 這個議員你能接受市警局的說法嗎 最近當然他桌邊有其他的派出所 不過以目前被懲處的羅斯福路派出所來說 現場也其實也有預備了二十幾個人力 在部署準備因應這可能的城抗事件 沒有什麼道理 你被動的接受報案 還要再經過電話確認延遲時間 這是沒什麼道理的 林橋你能接受這種說法 不好意思 我可以說一下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當天在場 我也有三四個朋友當天是報案的同學 那我很確定我的朋友在報案的時候 都有明確的說 這是發生在臺大校外 在辛亥路上面 在人行道上面 絕對不是校內 請你們趕快派人過來 這個駐警隊沒有辦法處理 那後來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警察局給這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我們真的是非常非常憤怒 你言下之意是市警局說謊 沒有錯 市警局可不可以公佈錄音帶 這些報案 報案的那紀錄 一定要被公佈 不過我其實你從這一次市警局很快的懲處 執勤的行政局 你就知道這是會有問題的 臺北市議員可以要求臺北市警局 公佈昨天從五點開始 一直到五點四十分 所有從臺大打電話 是可以 今天上午 其實有做口頭的說明 不過書面的提供 但他如果可以公佈 所謂的那個錄音內容的話 就沒有爭議了 應該是必要的 如果學生打電話說 臺大校園來對 那這個你不能怪警察 如果學生講得很清楚 我是在校園外 助衛警處理不了 請你趕快來 然後他還扯這個 那就是市警局說謊 應該是必要公開 有說謊 就應該面對社會大眾檢驗 我覺得很難都把地點講錯 其實這不複雜 因為我們報案系統 不然你打一九九九 你一定錄音的嘛 那一定全能錄音 所以他只要 他只要把錄音內調出來 馬上可以知道哪一通 是幾天幾分打進來的 所以從時間 從錄音 你就可以知道 報案者所說的地點 清不清楚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後來市警局 在開記者會的時候也講 包括成家上在醫會 我記得也講 他早就知道可能會有狀況 早就知道 對 所以他們準備的警力 不是二十幾個 是四十個 他是四十個預備警力 那擺在什麼地方 新生南路 可能是靠公館那一帶 那現在就有一個問題了 就是說他知道可能會有狀況 因為知道學生要去抗議 他們原來的情資 是知道學生要去抗議 那你都已經知道要準備四十個警察 預備警力在可能靠新生南路公館 這一帶的話 在四點多發生衝突之後 在中間在做什麼 也就是說從不是派出所 至少以大安分局為核心 你往上往下 是如何做一個指揮調度的 這個必須要去做一個理解 第二個就是說 以柯P來講 他為了這場事情 他的預防措施是 他至少在兩三天前 就成立一個賴群組 這個賴群組 所有的副市長 秘書長 局處首長 都在裡面 唯獨不知道陳家昌 這個臺北市警察局長 有沒有在這個群組內 那你既然已經成立群組 當天 在之前他們也曾經跟這個主辦方 做過協調 當時我所知道他們所要協調的是說 他希望改變場地 也就是說他知道這是個開放場地 那這個開放場地 因為有學生要抗議 可能變不好控制那個狀況 所以主辦方 但是主辦方拒絕 他的理由也很簡單 就是我都已經弄好了 我來不及 我來不及 那所以 台大當時在協調過程中呢 以後來也同意主辦方的做法 為什麼呢 因為他大概有120個保全在現場 就主辦方有120個保全在現場 那這個構成 台大在判斷說 他認為因為120個保全 所以呢這個活動 不至於有什麼狀況 好 那事實上當天來講 當天最後協調結果 後來這個活動 就要提前 提前結束 所以後來陸續續 你看到 可以看到有學生上去 這個用布條 用各種方式去抗議 在這個階段 其實沒有什麼大的自己 自己衝突 所有的 所有的反應狀況是在什麼 是當後來統促黨的人 慢慢進來 進來的時候 因為這個時候獨派的也進來了 那支持獨或者是獨派的團體 人數是遠遠大於統促場的人 所以這個時候也不會有事情 是 也許會有口角 也許會對罵 但是不會有事情 所有事情是在那個整個散 往外面走的過程當中 從校內很快到校外陸續續發生 這個時間就很短 可是還是回到一句話 台北市警察局也好 柯P也好 台北市警局有40個預備警力放在 放在台大外面 柯P應該會知道 柯P不會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有40個預備警力 到出了事情 這40個人調度不過來 你的反應時間 為什麼需要那麼長 是因為報案錯誤嗎 還是說你的 或者是 或者你在跟駐衛警 台大校警這邊的溝通過程當中 你就應該把這40個預備警力 要調動了 除非這40個人是假的 否則你不會拖那麼久 這種拖久 這種事情的發生 其實我那麼講 如果胡大綱那根甩棍 敲到的是那個歷史系 那個學生 的後腦 後腦 你只要傷到後腦部分 有那個小腦部分 那打到 是可以出人命的 是可以出人命的 這種時間不需要多 兩三分鐘就可以發生了 所以這麼長 十幾二十分鐘的時間 不應該 台北市的警方 反應時間不應該這麼長 不管你再怎麼聯絡 那這一切呢 台北市警局 或台北市政府 你自己可以公布一個調查報告 是 如果外界不相信的話 台灣的檢察院 至少我們還在嘛 檢察院也有調查權 就是議員拜託啦 一翻兩瞪眼 昨天的所有的那個報案 通話的錄音 全部公布 就一翻兩瞪眼 到底是學生搞不清楚狀況 亂報案 還是警察故意所謂的懈戴 甚至叫縱容 甚至剛剛明喬有說的是說謊 這是一翻兩瞪眼 不過呢 不是只有一次 沒錯 他還好幾次 我也有被打過 你也被打 對 所以昨天是專門找落單的學生 是 我想 你女生也被打 這件事情是無毒有 我說我被打過 我在二二八的時候 在中正經驗 中正廟的時候 就是也是 我那時候看到大家在 看到統促黨的人 他幾乎是圍著一群 圍著一個人 他們會五六個聚眾 五六個圍著一個 因為我是台大學生 就是我的朋友 他就被圍著 然後我就去收證 收證的人 可能就被他盯上 覺得收證就是毒派 我們來看看這段影片 也是網友所拍攝的 然後其中有一個嫌犯呢 還是張安樂白狼的兒子 我們來看看這段影片 先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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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嗎 你幹嘛 有事嗎 有事嗎 來 來 走 走 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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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了 打籃了 這次也是發生在第二個現場 就是又有很多學生被打了 不過我們來看看警察局呢 當然包括剛剛我們說的那位 胡姓的現在應該是嫌疑犯 以及像是張安樂的兒子 也都被傳訊 我們來看看警方在昨天到今天的一些作為 獨派團體成員和臺大等校學生 昨天抗議中國選秀節目 在臺大校園辦活動 與統派團體中華統一促進黨成員 爆發肢體衝突 由於有學生提告傷害 統促黨成員胡大剛昨晚到案後 因為搜證不足 警方將補償證據再行函送 大安分局也向檢方申請拘票 希望拘題涉及傷害的統促黨總裁 白狼張安樂的兒子張維等人到案 跟後面的人就不會受傷 而反毒色彩濃厚的統促黨 總裁張安樂下午親上火線 舉行記者會 但他的兒子張維並未現身 統促黨也拿出自己拍攝的畫面 反指控案發當時黨員到活動現場 看到現場被人佔領 離開時卻遭到獨派人士追出校園 有學生甚至還用不當言辭 辱罵兩名愛國同行會女性成員 雙方才會爆發衝突 記者會後 同促黨黨員也到大安分局提起傷害 公然侮辱等告訴 張安樂的兒子張維則向本臺記者表示 晚間會到大安分局說明 而內政部長葉俊榮也指示相關單位 針對特定政黨團體 黑道幫派涉入集會遊行等活動 加強搜證偵辦 並且指示警方研議從組織犯罪 追究相關違法行為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范老師我們恐怕不會層次拉高到 整個臺灣政黨發展 統一促進黨是國內合法登基的政黨 但其實紀錄已經有非常多輝煌的歷史 有暴力的問題 有恐嚇學生的問題 之前在三一八學院的時候 對 是否因此政府完全束手無策 因為顧及所謂的多元政黨民主發展 他只要是政黨 這就是他的言論自由 他有涉及不法暴力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形式 就是個人去所謂的依法就辦 那也只能這樣子嗎 我覺得這個 我們的政黨相關的法令 的確蠻有趣的 你說這個政黨 他有沒有參與過選舉 所以如果一個政黨從來不參與選舉 放在那兒然後最後專門做這種 我覺得這個是傷害民主的 已經跨越了一個底線了 而且就是說非常多人懷疑 這是不是跟對岸有關 因為我們只有從 因為臺灣民眾其實非常的愛好和平 你說我們的政治兩極化藍綠 或者過去的民進黨 或者黨外運動 從來都不會看到人民對人民的暴力 只有警察 鎮暴警察對人民的 那這一次過去這兩三年 這問題很嚴重 那統促黨是其中一個重要團體 那這非常像香港 就是說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看到就是說所謂的統派人士 對於爭取香港自主權的人 用一種黑道的方式 就是說暴力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開放社會 跟民主社會的一個敵人 所以這已經是國家安全的問題了 因為今天如果我們和平抗議的方式 不管你是統派 或是你是獨派 本來都是憲法保障的一個言論自由 可是你用這種黑幫暴力的方式 而且我們的警察束手無策 我真的不知道這是警察的問題 還是國家安全單位 沒有花力氣關注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不是有那麼多 竊聽情資的系統嗎 那為什麼對這個已經兩三年的事情 那我很高興 今天內政部長終於講話了 我覺得這其實已經不只是 他是不是個政黨 他就算是個合法的NGO團體 這群人的這個組織性犯罪 而且這種傷害和平抗議人的一個言論 只有不管那個同學有沒有說什麼話 說了三字經 你可以告他毀謗嘛 就是說我覺得你這樣的方式 就是說而且已經被錄下來 不是第一次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民主社會的敵人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要嚴正以待 因為他傷害了我們 他把內心的恐懼召喚出來 如果這跟對外有關呢 跟中國有關呢 以後未來講臺灣獨立 我們就要擔心同學要擔心 被黑幫在巷子裡頭 就可能打得頭破血流 這不是民主社會的敵人 這是什麼 不過都好像一連串問題要請教你 一個是說當然 我不認為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逼迫臺灣人接受統一條路 說實在 如果是你支持統一的 看到這種行為 你會真的覺得這是豬隊友 搞一堆奇怪反效果 但他會有一個情形是說 你一再挑釁 一再激怒 你就會逼得另外一個極端的 跟你暴力相向 這時候臺灣就亂 不過對於專案來講 我覺得他不是那麼在乎這件事情吧 就是說 對他來講 反正你只要你開口 或者你打到辮子 他就會反擊 那麼講統促黨在 他幾乎不參加選舉 他參加過一次選舉 上次的立委不分區 他們拿到了 他們拿到了 五萬六千三百四十七張選票 就是說這個這個佔比非常低 非常低 這問題來了 我們對政 因為過去的歷史 所以我們對政黨是有保護的 你要解散一個政黨 只有憲法法庭 只有憲法法庭才有這個職權 可以解散政黨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一般的這種連續犯 暴力的連續犯 目前所有的判 判決的個案來講 都是拘役 你講的101 或者過去那些都是用拘役 拘役二十到五六十天左右 應該應該 甚至不會超過六十天 大概拘役的時間 大概盡量不會超過一個月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來講 也就是說他他發生暴力衝突的 如果他不在乎坐牢的話 不財務區域的話 那那個成本極低 所以這對台灣 關出來之後 是更大的光環 這個我不去妄下評論 我只能說他的成本非常低 那對於這些統書黨來講 這個時候如果 你如果不在乎坐牢 這件事情的時候 法律現行規定 你真拿他沒辦法 法律現行規定這樣子 至於組織犯罪條例 他必須針對幫派 可是統書黨是一個政黨 他是一個政黨 所以他的解散權是在現... 大法官...大法官召開了憲法法庭 所以這個事情 對臺灣的民主...民主發展來講 或者是我們民主社會的發展 他會形成一個新的課題 你要如何去應變 如何去做一個適當的一個... 一個面對 那...但是就整個社會的... 其實是個脈絡來講 我是不相信說 統書黨目前這種做法 能夠贏得人心 他會讓你造成很多 生活上的干擾、噪音 那...但是對於整個大的局勢來講 他不...他反而會對...支持統一的人來講 反而會構成一個包袱 那...整個臺灣社會走到今天為止 因為包括學生 都已經...都已經已成年的 那我們自己必須學會的是什麼 你要學會尊重負責 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再一點 在這個基礎之上 統促黨 我相信只是在這個過程中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小小的波瀾 他不會影響到大局 但是統促黨這個存在 會對於臺灣的執法 是一個考驗 但是這個層次來講 我相信對於臺灣的民主發展 不是...不是一個... 絆腳石 我覺得這個統促黨 有沒有要贏得人心 我是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他也許不在乎... 他也許不在乎... 如果這個統促黨或是中國 他是要用民主說服我們 那個飛彈 就不是對著臺灣了嗎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 是讓人恐懼的力量 那這個部分 才是最讓人憂慮的 我想統促黨的存在 是一定會傷害到臺灣的民主發展 就像我昨天看到幾個臺大學生 拿著臺獨棋 就有人上去跟他們說 不可以拿臺獨棋 這樣子你待會被統促黨打 你這樣不要落單 那這件事情對臺灣的民主發展 跟言論自由 不是一個影響嗎 我們在臺灣 大家都這麼習慣 非暴力抗爭 這麼習慣言論自由 那有一個統促黨來 有可能會傷害我們秉持 這樣子自由價值的人 那這對我們的民主發展 這一定會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但是我還是希望 樂觀地相信 我們所有臺大 臺灣的學生 臺灣的人民 都能夠堅持我們自己 現有的價值 不過就像剛剛東豪所說的 我們其實是面對一個 民主的新的課題 倒不一定到困境 因為其實大家明眼一看 就是說其實真的是 這些人是在幫統一幫倒忙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個幫倒忙 已經幫了很多很多次 我們來看看 在一零一外面 愛國同心會 在二零一四年屢屢攻擊 像是法輪功的學員 累計至少有八起傷害罪 是被送辦 十月的時候 還有一個帶小孩子到臺北去玩的 嘉義市民被打傷 三一八學運的時候 大家記得很深 就是那個來來哥 你來來來來來 那個來來哥 就是一看就知道 大概也不會是所謂的那個奉公守法的 好公民 那這個時候 二零一四年四月的時候 張安號召民眾路過立法院 跟反服貌的這些學生 一直在那邊嗆聲 黃之鋒 剛剛我們來賓也談到 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還有立法會三個議員 來臺灣參訪到機場的時候 也就是今天的當事人之一 白狼的赤子張維 衝破管制線追打黃之鋒 然後在今年二二八的時候 統促黨抗議中正紀念堂封管 跟蔡丁貴還有其他的民眾發生肢體衝突 我想問的是說 當然你不可能說要求去所謂的解散統促黨 這在民主上我們也覺得很難理解 但我們有情資的收集系統 我們有那麼多的警察 然後有很多民眾會報案 你至少從昨天那件事情 從羅斯附路到辛亥路 講到壞鍋騎乘搭 五分鐘就騎到了 四十分鐘走不夠 然後之前有一連串的事情 似乎真的我們的警政部門 是束手無策 為什麼 就支持所謂的民主的多元發展嗎 我們可以對臺灣目前民主的這個成熟 成熟的情況可以有一點信心 但並不是說對於不合理的存在 就任意讓他的負面作用發揮出來 譬如說我們可以了解 對臺灣的年輕人來講 不是那麼容易被統戰 可是發生像臺大事件這件事情 年輕人用非暴力的方式 清楚地告訴社會 也回應社會說歡迎你來交流 但是少來給我用統戰這一套 那還算是有能力去抵抗 但對暴力 東小兄是太樂觀 暴力造成那一個效益是很大的 他不在乎你社會支持不支持他 但他對年輕人的公共參與 他對正常合理的政治訴求的發展 是有很大的傷害的 我們常常說這個今日香港 明日臺灣 什麼時候有可能是民主倒退 是有可能的 當然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部分我是覺得 當然在修法之前 譬如說憲法保障政黨的這個 這個超然的地位 或許我們在國會裡面 政黨法的討論 可以再做做一定的這個處理 但是我講白了 就是警政署各地方的警察首長 現在就運起來 該掃黑就掃黑 依法論法 該掃黑就掃黑 他所有力量的來源 就是運用成熟的民主環境 大家有容忍 而且大家願意採用合法跟非暴力的方式 來面對這樣的威脅 但是如果執法單位 對黑道所涉及的違法的情勢 不能擴大掃蕩 這是他們的武力啊 第二個如果對柔性的 他們跟中國的關係 不管是政治的關係 或者是商業金錢的關係 如果我們不去揭發他的話 他當然對民主會有影響的 我是覺得長遠來講 還是要找出一個因應之道 不過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是說 在臺灣你有百分之百支持獨立 百分之百支持統一的言論自由 但是你百分之百 沒有把人家的頭打破的這種動作自由 我們再來看看統促黨跟愛國同心會 其實真的爭議已經非常非常多 一月時反港獨人士因為不滿香港社運人士 黃之鋒和羅冠聰等三名香港議員 來臺參加座談會 因此聚集在場外抗議 其實當天黃之鋒一行人抵達機場時 就有將近兩百名反港獨人士抗議 黃之鋒還差點被追打 事後警方發現現場除了有四海幫唐主鬧事 竹聯邦大佬白狼的兒子張偉 也衝破警方封鎖線企圖施暴 這也讓單純的抗議活動抹上暴力的陰影 三年前的太陽花學運期間 白狼也率眾在立法院前發起反反服貿遊行 現場還有反服貿的民眾到場 雙方互相校正場面一度緊張 雙方對峙約四小時 最後白狼自行宣布解散 索性沒有引發更激烈的衝突 而昨天下午中國選秀節目 在臺大舉辦引發爭議 場外有學生被同派人士持甩棍攻擊 被打到頭破血流 臺灣是言論自由的國家 但從黃之鋒在機場前遭追打 到昨天臺大的衝突事件 卻看見部分民眾用暴力對待 和自己不同立場的人 如果一再上演類似的暴力事件 恐怕會殘害了臺灣民主自由的價值 所以董好兄現在叫什麼 投鼠忌器 你又不能對他真的 就是說你要相信什麼 就是說我們要不要 同志長當然是一個很特例的狀況 可是你為一個特例 你 你 你要修法嗎 你要開 你要用什麼東西應變他 因為整個同志長所謂的 這些暴力上的累犯 他很清楚地走在法律上 一個比較輕責任的那個邊界 他沒有跨過那個比較重罪的部分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要相信 自由民主的時候 我們 你也對法治這一塊 你要拿捏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是說你對他特別監控 可以監控 可是監控過頭的時候 就會變成有人權的問題 那這就是對臺灣社會 一個全新的考驗 這個我們是必須要學習的 是 但是我相信一點 就是說一個社會的發展裡面 你如果用的是這樣子的手段 你不會贏得多數人的人心 他會讓我們生活中有一些困擾 有一些人會在政治場合上 甚至遭到傷害 可是這個社會有一條 一個最大公約數 那個公約數會壓制住 這個政黨的發展 也就是說同志長 他最後會怎麼樣 會隨著 當然你今年也快七十歲 他如果你不能證明 他有組織性的犯罪 你不能證明他的財務 有任何不當的來源的話 事實上他就會被我們的法律所保障 至於這些暴力衝突行為 我說過 因為他大概就是傷害罪的東西 通常來講最重就三年以下 甚至過去的一些衝突裡面 連傷害的構成 在通案上面來講 他就是拘毅 就是拘毅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要如何去做一個面對 那這個面對必須要很謹慎 很小心 拿捏得太重 我們可能法太嚴 甚至有人權傷害問題 太輕你可能不滿意這個現狀 所以這是一個考驗必須去思考 范老師你想談一個 的確跟這個制度有關的問題 就是說我覺得 在臺灣是一個民主社會 那我們要的是一個 和平集會遊行的權利被保障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包括那個在立法院的那個集有法 就是說其實到現在都還沒有處理 那今天譬如說 如果類似像這樣 不管是臺大校方 或是我們的同學 覺得我們的合法的 只要是一個非暴力的遊行方式 集會方式應該被保障的話 那就應該要有警察待命 只要有現刑犯 其實現刑犯就是立刻把他抓下來 那如果是合法抗議的方式 那大家有各自的規則 那我想這個部分 應該是一個公民社會 一個民主社會 應該要推動的 任何人只要 不管是校方 或者學生 或者抗議者 他只要說 可能會有集會遊行 那就是會有不同的意見 就是會有人 不管是同志的問題 會因平權 或說臺獨統一 就是會有人在那邊 就是說劍拔弩莊 那種意見很可能就是會 一不小心就觸動那條線 那個時候警察 就要對任何用肢體暴力 對待別人的人 他就是現刑犯 不管你的立場是什麼 我覺得這東西是集會遊行 保障法要給一個公民社會 一個合法表達 言論自由的權利 明強你怎麼看 統促黨跟愛國同心會在臺灣 我想這個 這個就是我說為什麼 學生不能把統獨當作一件 完全可以切割開來的事情 如果我們不在意統獨 可以很明顯看到統促黨 這個中國因素 已經很嚴重的造成 臺大學生受傷 造成臺大學生權益受到侵害 那如果我們完全不在意統獨的話 我們要如何站起來去抗爭 我們要如何去對抗 中國這個因素 對臺大 對臺灣的侵害 所以我必須講的是 在統促黨 統促黨這件事情 更明顯的讓我確信說 臺大的學生 臺灣的學生 我們不能只顧守在自己的高等教育 象牙塔裡面 我們必須要在乎臺灣主權的議題 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我們並不是一個好欺負的群體 不過慶豐先生 我換個角度請教您 在昨天臺大事件之後 兩岸所有所謂的政治性 以及廣義的政治性的交流活動 是不是很顯然 大概就得全面終止 政治性的交流 現在就已經停頓了嘛 對啊 因為我想蔡英文政府上來之後 中國的手法很清楚 但是說要兩個國家之間的交流 完全停頓 我想也是太誇大其詞 我想所有民間裡面 包括想學術研討會 各種商業的交流 其實還是很頻繁的 我舉一個例子 九二十四臺大的這個世界 之前一個禮拜 一樣是在上海跟臺北的交流活動裡面 就有一場在和平國小籃球館裡面 有兩個城市的高中籃球隊打打籃球 也沒有人會去抗議這件事情 交流是什麼 統戰是什麼 可能不是那麼好分 不過長久以來 我們也知道 如果你要來統戰的話 如果年輕人都知道 那官員知道嗎 那民選首長知道嗎 所以是不是後面的交流 會不會被停頓 我覺得不一定是這個方向 而是要去檢討 政府部門看到現在的情勢 中國的統戰手法很清楚 就是中央地方一刀切 藍巴縣市加臺北市 這樣的分化手法 臺北市市長 在進行相關的所謂的雙城論壇 後續的交流活動裡面 大部分都可以進行 反正也不可能去停止交流 這麼敏感的東西 不是沒有人提醒他 我們已經提醒他 中國新歌聲 臺灣賽區校園巡演 然後最後擴大第三年 辦成一個音樂節 為什麼要進學校 為什麼要校園巡迴 為什麼是中國新歌聲的臺灣賽區 很明顯你是可以回避的 譬如說你不要用文化舉辦 你用文化基金會舉辦 你辦在小巨蛋 你辦在自己室內 你不要在校園裡面 你都可以去維持交流的目的 但是可以降低政治的衝擊 另一方我覺得 他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覺得公共的資源 特別是市政府的資源 是不是文化商 應該去鼓勵更有創意 就是說更需要支持的文化交流 不管是建築 或者是其他方面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商業活動 臺北市文化局說我沒出錢啊 所以我沒用到公共資源 臺北市文化局的公務員 不是臺灣人納稅錢嗎 因為他是協辦嘛 你出來協調場地 就是你的公共資源 索票也是像臺北市文化局所 就是說你來要求這個臺大 配合哪個學校配合 這個部分我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是真的沒有用錢 其實不盡然 他是沒有補助啦 沒有補助 可是是花錢的 每年都有花錢 譬如說有些臺灣的演出團體 文化局是有預算 還是要付錢的 而且其實公共資源的使用 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非常有限的預算 第二個部分就是公部門的背書 公部門的背書的政治象徵業 是很大的 他可以支持的是 譬如說學校跟學校之間 社區跟社區之間的文化交流 都可以支持 這種東西是要做什麼 大家自己很清楚 所以都好現在就是兩個如何去 為什麼昨天會被認定 是統戰工具的這個音樂會 是不是這兩個因素 第一個呢 我必須強調這個是在網路上的 一個版本 最後印呢 不是印這個版本 網路上的版本叫做 中國新歌聲 這邊有五星隨便你愛怎麼解讀 這邊有這個所謂的那個 上海的那個建築像地標 101但是關鍵是在說 臺北市臺灣大學停田徑場 這時候包括文化局跟臺大主秘 都很氣很氣 之後印出來的 就是變這個 臺北市不見了 變成臺灣大學 所以關鍵是在名稱 關鍵是在校園 所以被認定是統戰 如果沒有這兩因素 就沒問題 其實不要單看這個活動 很多活動在中國來講 都是對臺灣統戰的一部分 非常多 那我不易去列舉 那就是說臺灣面對中國統戰 你用什麼態度 每一個人用什麼態度去面對他 你每一個人抵抗能力到什麼程度 會因為你的職業別 因為很多因素有不同 最簡單的 我們手機 臺灣百分七十的手遊 中國製造 那你玩不玩 很簡單一件事情 那你回過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件事情臺北市文化局 是有跟跟主辦方有談 所以他後來就知道會抗議 所以拿掉了 可是還是回到那個問題啦 就是說主辦方中方 他這次是刻意一定要在臺大 就是說這個東西 如果他不選在臺大 不選在臺大的話 我想這群人回到上海的時候 可能會沒工作 所以他這次是擴大的 那這點 這意思就夠清楚了 柯B或文化局 清楚這件事情 我相信他們也是清楚的 清楚的 還是那麼講 就是說我不怕中國的統戰 你再怎麼講 統戰是軟性公式 他不是武力 那我相信 我對臺灣有信心 我也相信臺灣擋得住這個 因為我們有太多差異 臺灣 我真正我擔心的是 你自己對自己的制度沒有信心 還有什麼 你的競爭力衰退 甚至於我們沒有能力解決自己的 不同的議題的矛盾 這個會影響到臺灣自己的自信 那中國當然夠強大 沒有人會否認 他確實是真實的存在在那個地方 但只要只要他不能用武力 或者他不他不敢或不能不管 只要他不用武力 只要是軟性 軟性競爭 我相信臺灣就是有立足之地 所以清風 接下來臺北市政府 特別是柯B還要再做什麼 這件事情嗎 這件事情還是兩岸交流的事情 這件事情 這清楚還是清楚交代流程 然後回去再檢討 後續在兩個城市交流的部分 哪一些是相形之下可以繼續推動 哪些必須要去 藉由這次的事情去檢討 文化局協辦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需要被檢討嗎 很多活動都有協辦 但是這個活動 我本人覺得不適宜 還有一些活動 譬如說可能是過年的元宵 而且它其實就是一個商業 它就是一個商業活動 我們在審議算就提醒 他說你幹嘛去湊熱鬧 去掛一個商業活動 因為它是非常商業化的 對 精采繼續 出神入畫是哪個畫 請作答 你解釋一下 你出神會跟一幅畫一樣 不太可能 你怎麼會跑到一幅畫裡面 那是變畫的畫 小燕姐 他講得多好 快 修正他 紀教授 講得很好 他講得很好 你去坐那邊 你去坐那邊 換一個位子給我查 一字千金 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